上個星期的部分,我有錄影,是放在我們Poto上面 總共有五段影片,第一段其實就是 上個禮拜的重點就是錄製劇期 錄製劇期沒有錄很複雜的動作,基本上就是三個動作 只是說要把它改成其他的,像年級、學碩士的欄位 上個禮拜各位可以看到,基本上原來是細鎖部分 這個當然三個欄位是我們自己加的 我們加上去之後,第一個當然就是先把它清掉 細鎖按下去之後,類似像這樣的效果 年級的話是這樣的效果,學碩士是這樣的效果 最後當然就是把它清除掉 還有最後就是再做一個三合一 三合一就是按下去,同時執行這三個按鈕 直接把它按下去,直接這三個就執行了 三合一的部分按下去,把它執行 不過特別注意,你們在上個禮拜的作業 我發現有些同學給我的檔案是不正確的 就是記得一定要另存新檔的時候 一定要記得它的存檔內型這個地方 你要記得要先檢查一下 務必一定要是啟用內容的活躍簿 那它的副檔名的話呢,變成本來是XL XX 然後呢,這個副檔名就會轉換成XLSM 這個很重要 因為如果你假設沒有做這個動作 你存跟原來一樣 原來好像是上面這個,像活躍簿 兩者最大的差別就是說 一個是有存聚集跟VBA的 一個是沒有 沒有的話呢 那如果你存錯檔,你的資料就全部消失了 那全部消失就不回來 這邊注意,因為我看好像還有同學是別系的 好像還有管理學院的 好像還有幾個是重修的同學 好像還有是轉系的 所以可能之前沒有上到 那這個當然交的作業就會有問題 特別注意喔 所以請務必記得一定要把這個 存檔內型改成啟用區域 或是存檔 不然的話你下一次 你再重新打開的時候 你會發現你按下去之後 它基本上是不會WALK的 就是說你如果假設你存錯檔 假設檔你存 我示範一下 如果你存這個檔好了 然後把它儲存好了 把它蓋過去好了 它會出現這樣 是不是要儲存無聚集的 如果按4就沒辦法了 就悲劇了 那記得一定要按4 假設檔我做錯了 4 那如果4之後的話呢 如果我下一次開起來會怎麼樣 其實也 你們自己也可以試試看 如果假設你錯的話 當然你會發現有什麼不同 我把它用大圖示好了 其實那個正確的應該是長這樣的 這個圖示的右下角有個驚嘆號 有沒有 驚嘆號 那這個是錯誤的 OK 所以記得 這個是沒有啟用 這個是有啟用的 所以你自己看大概都知道 你要交應該是交這個 不是交這個 這個是沒有去期的 另外的話 副檔名 我是建議你如果想要再 確認一下的話 你可以檢視裡面有個副檔名 可以把這個副檔名打勾一下 副檔名這邊不是很打勾 那打勾之後的話呢 其實你也可以很明確看到 有沒有 他的副檔名的話呢 這個就不對的 你交了之後這個是沒有聚齊的 這個才是有聚齊的 千萬記得不要交錯檔案 如果你交錯等於就沒有分數 你這個作業就等於零分 所以你們自己如果假設交錯同學 你就自己再補交一下好了 你們自己check 因為我發現有同學是交錯誤的 交錯這種格式檔案 那我打開之後 發現一個狀況 其實直接打開了 你們自己也可以確認一下 如果我打開這個 它是有按鈕的 但是你按一下它清楚有沒有 它會出現什麼狀況 有沒有發現 無法執行聚齊 它會顯示說 該聚齊無法在此活業部使用 或者是已經 實際上就是因為 你存的檔案格式是這個 所以你看關鍵字 你看你的副檔名 XLSX 馬上就知道 原來你存錯格式了 而且你會發現 你之前的那個程式也會消失 所以即便你把那個什麼 這個開發人員這邊打勾的話 其實你看到的結果 這邊裡面也會是空的 有時候裡面 你按一下聚齊也好 聚齊這邊 裡面也不會有那個 之前你錄製的聚齊 本來應該有五個嘛 五個聚齊 結果現在一個都沒有 而且我跟各位講 這個是完全救不回來的 所以特別注意 如果你有錄製聚齊 或者是寫VBA程式的話 請務必要記得 千萬不要存錯檔案格式 這一點很重要 那上個星期的話 我們主要就是把那個聚齊錄製 所以這個是錯誤的把它關掉 那你說要怎麼解救 那可能就要重來了 因為按鈕不用重做 但是你可能要錄製要重錄製 不然也沒辦法 因為它就不見了 所以我把這個關掉 那我開這個應該就OK XLSM這個 清除這個WALK 所以你會發現 這個就完全沒有問題 那剛剛的話 那個就錯誤了 這個特別特別注意 因為蠻多同學 可能也許沒用過 或者是可能也用過 那又忘記的話 那會出現 像之前剛剛出現的這個問題 所以這個上個禮拜的 那個錄製聚齊的部分 那請各位記得 最後存檔一定要存對檔案 那另外錄製的話 我們好像就是 我們是錄什麼 其實是錄製器所 錄這個 然後還有清除 那來就做修改 那改的方式的話 大家還記得吧 我們這邊是 開啟的話 記得從這邊 你從這邊編輯也可以 比如說這邊錄索按編輯 它一樣會開程式 或者另外一個方式的話 從Videobank這個開也可以 那我的習慣是 把Videobank稍微縮小一點點 然後錄索的部分呢 把它稍微修改 並且把它精簡化 所以這個部分 上個禮拜 自把它放大 工具選項 拽寫風格 我是建議至少要12號字 好 那這樣的話呢 就是上個禮拜的重點 那其他這個程式部分 其實名單上也有 那你們可以自己 再把它複習一下 OK 所以 上個禮拜的重點 就是這些 其他的話 還是修改 那到底要改哪些程式 我想請各位 就是自己再稍微 有些細節不太清楚 自己再稍微看 影片這邊都有 所以有些上個禮拜講過的 那我就不重複講 OK 也不要浪費太多時間 好 那今天的話 也許我們就是 再來延伸 延伸哪些部分 其實再來 可能會稍微再更難一點點 比如說呢 我們細索做出來之後 那你說 老師為什麼要 需要產生這三個欄位 其實這三個欄位 基本上就是從班級 給切割出來的 OK 比如說這個資料的話 其實是從這邊分出來的 那這個資料是從這邊分出來的 這個是從這邊分出來的 那也就是說 以後你可能會遇到一個資料上問題 就是說 這個資料 你要的資料其實它並不是這一整個 而是這一整個裡面的一部分 所以呢 這個班級的資料裡面 其實可以劃分成三個不同的資料 至少三個資料 其實還有一個第四個 可能是什麼哪一班有沒有 所以如果假設 我希望把哪一班 有沒有 把它放到後面來的話 那其實也是可以的 不過這個哪一班 可能比較麻煩 因為有的有 有的沒有 這個是像什麼 是假 那這個是假班 如果是哪一班的話 那像這個 這個之間都沒有 有沒有 這個也有 這個有一班 所以如果假設 我又要再增加一個欄位 把哪一班的資料 給放到這邊來的話 哇 那就會比較麻煩 為什麼 因為 它這個哪一班的話 嗯 它 這個剛好在最 應該是最後一個字吧 理論上應該 它有幾個特性 理論上都是在最後一個字 而且 它是 好像只有假跟禮吧 對 所以如果假設 這個地方延伸的練習 比如說我希望 把上個禮拜這邊 又多一個欄位好了 比如說它是假班還是乙班 比如說是 這邊有個 班旗 這個班旗已經有這個欄位 欄位名人不要一樣 所以如果假設我希望把假班 或乙班 把它這個資料 切割 又獨立出一個欄位的話 那請各位也許 試試看 這題也許比較難 那如果你不會的話 你要土法練剛的 總不可能說你用 選的把它複製貼過來吧 那當然一定是不OK的 所以請各位 把這邊試試看好了 那另外好像還有B班 其實B班這邊也有資料 不過我在另外一個地方 上課的時候 我發現這個B班裡面的資料 好像是亂碼 OK 可是在我們學校的電腦 就不是亂碼 很奇怪 後來我發現 如果你假設你 你的這個B班的資料 亂碼的話 它有一個方法 就是你把字型 改成叫微軟正黑體 其實是OK的 所以如果假設你遇到 B班的資料是 亂碼的話 其實你可以怎麼樣 把它 Ctrl 去向右向下 然後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微軟正黑體 基本上的話 那這個亂碼的問題 就會消失了 OK 所以請各位把那個 上個禮拜稍微複習一下 確認一下你腳腳的作業 格式是否有錯誤 OK 如果有錯誤 你把它修正一下 那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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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